随着退伍季的到来 军营里离别的氛围愈加浓厚 在西藏莫托树边模范营 某边防连冬级退伍老兵 最后一次踏上了那条熟悉的巡逻路 以边防官兵特有的方式 告别边关 告别军营 傅建军是莫托树边模范营 某边防连侦察班班长 扎根莫托十二年 是连队巡逻经验最丰富的老兵 这是他第五十六次参加巡逻 也是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 像往常一样 在通过危险路段时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脚下就是湍急的河流 傅建军提醒战友们小心通过 在这条路上 他有太多难忘的惊险经历 我第一次这个路的时候 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一路走一路摔 回到单位我脱下衣服一看 全人都是伤 但是在那个河边 差点就掉到河里去了 就是我老伴人把我拉起来的 即使已经进入冬季 巡逻路上还是有很多马皇 我一个战友之前被摇了 九十六口 他全身零八截发炎 然后去输液输了一个多星期 汤急流过他方攀绝壁 经过六个小时的行军 官兵们抵达了此次巡逻的目的地 再次紧握钢枪 宣誓主权 老兵向守卫了十多年的巡逻路告别 我巡逻分队已按时到达点位 绝不把领土守小 绝不把主权守丢了 边防有我在 请主我和人民发言 这条路虽然很难走 但在这条路上 留下我们很多的汗水 这交走了 感觉还是十分的不舍 因为在这条路上 经历了很多 这种生死经历 就是一辈子永远都抹不掉了 即将离开 附建军和其他退伍老兵 看着营区的一草一木 充满了不舍 这里的一切 都是老兵们亲手建起来的 临走前 老兵们在营区里反复检查 想为部队多做点什么 我想是明天交走了 我想为连累做一点贡献 对于退伍老兵们来说 眼前的一切 都是大家亲手置办建设起来的 除了想 再多做点事情 更多的是舍不得 叶木中 连队为老兵举行送别仪式 祝你 祝你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会退伍老兵与兴送别仪式 祝你不干啥 你在这儿生气 说出了 十二点 有再多的不损 所以没办法 真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会退伍老兵与兴送别仪式 神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朝戎装 一生荣光 老兵们把青春绽放在雪域高原 把中城镌刻在万里边防线上 西别战友 踏上返乡路 愿这段难忘的军旅生涯带给他们力量 开启人生另一段崭新的征程